桃園的遠雄自貿港區裡面的加值園區 新增了三十例確診 而在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確診個案當中 有包含鴻海旗下的紅白科技 有戶籍在新竹線的員工 是在桃園篩檢出了陽性確診 這四個人平常也會在新竹工業區上班 所以衛生局就趕緊的進入廠區 來擴大採檢 除此之外 還有一位新竹市的確診個案 因為是曾經有到園區來維修管線 被匡列之後採檢確診 隱隱確診者曾經來過 新竹市衛生單位啟動大規模 傾銷作業 逐室的證明確診個案18426 十八號曾移到桃園遠雄 加值園區維修管線 被匡列採檢確診 目前為無症狀 而園區新增的個案中 還包含了四名戶籍在新竹線的 鴻海集團旗下紅白科技員工 新竹線衛生局表示 四名確診者平時會在桃園遠雄 加值園區和紅白科技新竹廠工作 但生活圈多在竹線 目前也以協調醫護人員 進入新竹線廠區 一千兩百名員工將全面篩檢 阻斷傳播鏈 針對我們在自由貿易區裡面的公司 如果在我們新竹線也有同樣設廠的部分 我們由勞工處立即去盤點 希望盤點到了也要立即做PCR的檢測 二十三號遠雄加值園區共在新增三十名確診者 兩棟辦公大樓全面停工 園區內四千五百名人員將全數進行採檢 桃園新政府表示 園區有從機場直達的專用道路 而疫調顯示兩棟大樓動線重疊 且共用餐廳一起搭交通車 員工的分艙分流難以落實 風險區域目前還難以看出 另外移工的宿舍也是感染熱區 宿舍也是紅區 那宿舍有一共三家中介公司 有五個廠商的外籍移工 在這個宿舍居住 那因為這裡是共同生活 那麼所以會容易產生群聚感染的現象 所以遠雄宿舍也要列為紅區 大概將近七百位這個外籍移工 那這兩個區要優先完成採檢 衛生局連夜調查 確診個案足跡片部 Costco桃園中立店 加勒福中原店 以及內力店 也有人到過便利商店 南崁菜市場 中立火車站 共有二十三處逐機 都已經全面完成傾銷作業 因疫情升溫 桃園市政府也宣布 二十三號起在桃園火車站後站 新增採檢站 二十四號也會在 中立火車站附近再開一處採檢站 全市採檢處已經累積了十二處 呼籲民眾可以多加利用 G9 綜合報導 到 Buわかん tuv 這裡沒錯 有 牽手 牽手